超市里的供应还是很充足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抢购这种现象发生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几乎是所有的提管机 前面都排起了长队 少着十几个人多着二三十人 能提到多少钱这个可能还是不太清楚 但是市民已经在排队 大部分人都是在提醒 在做这个准备 我们也采访过当地的市民 也问过俄罗斯这次行动 基本上都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战争 但是如果要是真的发生大规模战争 全国性的战争 他说这也是无处可去 肯定是要起来要反抗的